一言不合掀開鍋蓋 柯文哲在支持者面前 打算國民黨靠自己選不上 想靠他又心又不甘 現在兩邊又為了民調 怎麼辦 藍白首度會談 就瀕臨破局 被點名是藍白破壞者 金普聰急上火線回應 只是國民黨所提出的實名制 民主初選民眾黨回函三點 表達 一是代表性不足 除非有五百五十萬人出來投票 二是名測建制 恐怕做不到完善的資安保護 三也是最現實的時間緊迫 希望藍營提出可行替代方案 再來確認二次會面時間 也就是說本來敲定 十月十七下週二 要再度見面溝通 可能又要延期 昨天回家心情很好 此時心頭又來了一塊大石頭 那大石頭就是我們柯市長 替我加上去 怎麼今天突然一下 我說病名的病名 郭台銘他是一個人 他決定你就決定 其實國民黨今天最大問題在哪 真的 我很想問哪一句 到底誰帶人國民黨 一半就很魚頭的 一半都是魚頭 不論魚頭還是石頭 藍白隔空校正的氣氛 似乎就是沒人願意低頭 歡迎新聞張正傑 專科SDG小組 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蔣心梅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